金融危机袭来,欧洲的平面媒体和通讯社都明显地感受到了其冲击 广告数量的下降成为最直接的影响 而印刷和邮政发行成本的上涨,报刊零售商数量的减少 出版集团减少投资等因素更是让欧洲的平面媒体严峻的生存状态雪上加霜 而来自互联网的免费新闻更是让很多传统平面媒体的收益受到威胁 金融时报执行主席奥利弗·弗洛特表示 金融时报将通过重组编辑部缩减开支 并把原有的编辑转向记者培训和互联网市场等新的盈利服务项目 比利时最大的传媒集团鲁拉达的首席执行官表示 将删除旗下的网络媒体编辑岗位 由记者直接更新互联网业内容来节省开支 而法国最大世界排名第三的通讯社 法国新闻社的首席执行官日前向凤凰记者表示 在缩减开支的同时 法新社也利用自己的资讯管道 开展针对媒体品牌运营商电信运营商的专线B2B服务 并期望在2012年前实现年盈利1500万欧元 以弥补危机带来的损失 富皇室落号尽量巴黎报道